四月日本行 福斯小花19年四月日本行 我们现在在青山国际教育学院 我们现在在中心环球 日本语学校 GCLI日本语学校 霞山会 早天EDU 彭宾国际教育学院 草院日本语学校 福斯小花19年四月日本行 我们现在是在 位于西葛西车站出来走九分钟的 东洋言语 西葛西 然后下了站之后 从北口下 到东洋言语 出了站往左拐 然后大概走十分钟 八百米的距离 就到东洋言语了 等等我 我们走错路了好像 走的不是人走的路 那是什么走的路啊 那走的路 这边的话是图书室 这边的话就是图书室 图书室的话 那课不是半天的课嘛 然后分上午和下午 上午班的同学可能下午就来这边学习 然后这边的话会放很多资料 这边呢是专门学校的 然后包括自信下面那些专门学校的一些宣传测 也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像这边的话这是一些大学 还有大学院的一些资料 学校不是有很多美术大学的学生吗 美术大学的学生的话 他这里有很多作品集 像这一种的就是你网上是很难找到的 像这种比如说这个是武藏野的嘛 然后武藏野它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那像武藏野的话就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那边的话就是一些关于日本文化的一些书 还有学习日语的一些书 然后这边的话 这是四楼 对这是四楼 每次楼的教室呢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三个教室 不是那种小一都是这个样子 一个班有二十个人吧 不会超过二十个人 然后像这边的话就是他们的出息率 出息率现在也是很重要啊 八十以下的就注意了 对八十以下的真的是 这有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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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有一种那个就是泡温泉 哈哈哈哈 这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这不过是这个造石 这三楼的造石 四楼也是一样的 嗯 这是二楼 二楼就是做美术 不是这楼子吗 那边 然后让他们那个什么 就是在里面画画那边的时候 画画的那些架子之类的 他们一般都会用这个 整个教室来画 然后这楼也都一样 反正 嗯 嗯 一楼是学习了 一楼这边他们也可以学习 反正那边有两个大的电视 他们有时候在吃饭啊 学习啊都会在这边 一楼反正 然后那边有微波炉和那个热水壶 这边是贩卖机 那边有贩卖机 然后那边有电脑 你要是用的话也可以自己用 去二号馆 嗯 去二号馆 它本馆和二号馆的话是随机分吗 嗯 本馆和二号馆的话是 它是三个月分一次的 嗯 三个月分一次呢 嗯 到时候分在哪就不知道了 因为三个月考一次试嘛 然后根据这次考试的话 就分到相应的校区 这是第二校是吗 这是第二校是吗 这是第二校 哦好新啊 比较新一些 然后这边是一楼嘛 一楼当时建这个学校的时候是 就是想让他们也学习 能够说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 也能交流也能学习 所以就建成了这个星巴克的样式 嗯 所以一楼的话 他们也在这儿学习 在这儿吃饭 都可以 这边跟那边教室是完全一样的 嗯 就是设计稍微不太一样 这个教室 这个教室很有意思啊 对 这个它是 这个 我跟你讲说 这个教室是赤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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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的 这些精卫 我不知道多少钱 它就是赤子子子 对 你可以坐一下 就是这个椅子 它是360度旋转的 不论你从哪边坐 它就是它这个地方放东西嘛 然后你怎么旋转它都可以 或者是你从另一边也可以 然后你下面的话是可以放包的 嗯 嗯 然后这个教室的话也是 美式大学生 因为它是学院啊 学生用的比较多一些 这边的话是那个 投影啊 还有也可以写字 可以买什么的 也可以控制他们的手机 他们有时候上课玩手机 然后当时见证的时候也就想说 就不让他们上课玩手机 然后像其他的话 像这边的那些教室的话 就是跟第一教室是一样的 嗯 然后先是呢 这边是那二楼 嗯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 就是说 嗯 那边的五楼和 本校区的五楼和一楼 合成了这边的二楼 就是在里面也可以学习 也可以讲话 也可以吃饭 都可以 好 这个地方就是 这边的 수는 比较多 就是比较多 比较多 你也可以去带一下它们面坛呢 rod面坛呢 嗯 Academy それは不会让你 Martly 去老师 然后这个是学生 这样一个老师也有学生的 大家好 我是小花老师 坐在我旁边的是东洋言语的 东洋言语的宏白老师 然后接下来我们拜托 宏白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比如说先介绍一下理理位置 然后订阅我们的学生人数吧 东洋言语学院呢 它是在那个离东京 车程20分钟的西葛西站 然后呢是要坐那个东西线到这边 在西葛西站下来之后呢 可以走个六七分钟 就可以到达东洋言语学院的第一小区 然后第一小区离第二小区呢 只有二分钟 两分钟吧 两分钟的路程 所以你再走个两分钟 就可以到第二小区 2019年的1月份开始 扩招定员就是扩招了200个人 所以说现在的这里面是700个人 当然 由于中国人口技数比较大嘛 所以说 中国的学生数还是最多的 但是呢只占这个学校总数的40% 现在应该有37个国家的同学 所以说如果能够说进入东洋言语学院的话 起码有一个学习日语 能够说讲日语的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 就是咱们东洋言语的话 有一个特色就是艺术辅导嘛 对对对 所以是能感受到学校的这个氛围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学校比较好的这五个铺廊 嗯 就是有大学院进学铺廊 美术的 然后就职的 专门学校的 和大学院的升学 嗯 这个是分别是怎么怎么分的 然后这五个部分呢 刚开始你要是步入东洋言语学院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的日语水平还比较 就是说比较在中下游水平 就是没有达到N2的水平下 然后是要先学你的日语能力的 然后呢 等你达到N2水平之后 你再根据 比如说你想去大学的话 那就把你分到大学的班里 你想去大学院的话 就把你分到大学院的班里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大学里面 比如说 嗯 你报考的大学啊 需要准备的资料 这些老师全都会帮你检查 然后当然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 嗯 比如说面试啊 老师也会帮你练习你的面试啊 之类的 大学专门学校 还有就职大学院 都是这个 都是一个程序的 美术大学呢 嗯 它是有一个美术大学的辅导班 然后在晚上的六点到八点 每周会有两次进行辅导 如果你是报考美术大学 或者美术大学院 都可以参加这个辅导班 这个辅导班呢 分两个 一个呢 是 研究计划书 和面试的班 另一个呢 是基础的知识 就是素描呀 设计呀 这样的学习专门知识的班 今天这些班级大概升学辅导是一周几次啊 嗯 其他的那个大学的班级是穿插在正常的日语课里面的 嗯 只有这个美术大学的辅导是在下午的六点到八点 嗯 好 今天就谢谢董老师 嗯 好 先说到这儿 拜拜 拜拜 嘿嘿嘿 关注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 求三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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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